知名的名牌香奈尔来到台湾一撞告上了法院 为什么呢 原来台中有这么一间休闲旅馆 他心想这法国这么远的地方 香奈尔不会跟他计较吧 结果呢 把旅馆的名字就取名 和香水品牌香奈尔一模一样 甚至是呢 里头所有的商品 上面呢 还印上了很类似香奈尔logo的字样和商标 这下香奈尔气炸了 真的来台湾提告 警方也只能够将业者一送八百 进入到这间旅馆和SPA馆 所有的物品上面几乎都有香奈尔的字样 商家为了整体的形象 每件物品上印上公司的名称 加深顾客的印象 不过却让人以为这是正常投资授权设计的 发现它里面有一些像这个鞋子 那卫生纸盒 被单 床套 还有他们的公司的这个看板 不过这间旅馆却是仿冒品牌 法商香奈尔日前委托提告 这间香奈尔旅馆涉嫌冒用他们的品牌 警方调查后发现 这间旅馆商业登记的日期 确实比发商在台湾登记的商标还要晚 由于明显的已经足以让民众产生混淆 因此将以违反商标法将这一间旅馆移送法办 记者唐炯昭正林台中报道